另外在社区消息方面 由美籍华人及全球华人共同发起的全球华人慈善行动 于9月6日在洛杉矶正式启动 全球华人慈善行动是一个关于中国和华裔美国慈善家贡献的双边研究 深度分析华人华裔慈善家对世界的影响 该项目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斯钦公共事务学院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粮食中美研究院 以及亚美工艺促进中心共同发起 这项研究分析了美籍华裔和位于中国大陆 香港 台湾和澳门的华人慈善家的捐赠模式 阐释了60多位慈善家的捐赠趋势 动因和影响 当天 亚美工艺促进中心总裁郭志明 加州财长江俊辉 还有南加众多华裔官员以及商界代表 一同出席了本次活动 事业家他们有好的成就的时候 我觉得有义务来帮助我们社会 尤其是比较不受重视的 比较贫穷的这些人 因为你拿到的钱是从社会段来的 所以你要回馈给这个社会 全球华人慈善行动 旨在促进中美两国慈善家之间的 对话 合作以及改善中美两国关系 通过学术研究推进对美国和大中华地区 慈善捐赠的了解 培养下一代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中国 及美籍华裔领军人进行慈善活动 并提升美籍华裔和中国两地的积极正面形象 在接下来几个月内 活动还将陆续在香港 纽约 北京 和其他中美主要城市进行 凤凰卫视王豪 洛杉矶报道